众所周知,黄金圣衣乃上古神物,只有穿上自身星座相匹配的圣衣,才能发挥圣斗士应有的实力。 而穿在撒家他们身上的黄金名衣,只能说是黄金圣衣的艳品,连正规名衣都算不上。 请问这种低档货能够跟正牌的黄金圣衣相提并论吗? 再看看双数元一战,撒家他们的名衣被撒家的天武搞得支离破碎,而撒家的黄金圣衣中的A一还能够完好无损,不能不说圣衣起的这一战的关键,天武再强能强过A一吗? 再看看穆,其实穆的实力真的被很多人夸大了,穆连拉达手下的一个叫巴比龙的都差点搞不定,还居然说穆有三巨头的实力,真是笑死人了。 有人不服一定会说巴比龙的实力相当于三巨头,巴比龙强不强拉达难道不知道? 假如巴比龙强的话,拉达同时面对单独弄死巴比龙的穆,他们三个还会那么嚣张吗? 之前拉达根本不知道有结界,那有人会说,至于不能打败鱼蟹那更不用提了,连没穿圣衣的星矢都几乎可以秒迪斯,注意是常态星星,不是那种开挂的,还有就是名圣衣,死了的圣都是人手一剑,就跟贾超一样随便利,连打酱油的白脸也配了。 请问这种垃圾货能够和独一无二的圣衣聘美吗? 喜阳阳也穿了,说好的跟铜虎打仙日战的,尼玛一人发一大招后,就彻底打酱油去了,不就是为了放烟雾蛋,迷惑冥王军一起反水吗?